北韓领导人金正恩亲自监督飞弹试射 还频频放话说对美国在太平洋的军事基地造成直接威胁 口口声声说美国是最大敌人的金正恩 却被爆出自己的亲表妹可能正在为美国国防部工作 金正恩的阿姨高音淑也就是生母高音机的妹妹 据传有位三十多岁的女儿目前是美国国防部承包商雇员 根据美国陈審法官表示这位国防部雇员对美国极为忠诚 而且如实交代她跟某国独裁者的亲属关系 法庭文件中显示这个国家对美国有敌对行为 知识恐怖主义女权和人权状况恶劣 种种特征都指向北韩 Poe told the post in 1998 she and her husband sought asylum at the US embassy in Switzerland then they were taken to an American military base in Germany questioned for months When they got to America she says they received money and for a short time housing from the CIA 金正恩的阿姨逃亡美国后过着隐姓埋名的生活 这回美国国防部承包商因为独裁者尽情身份 无法取得最高机密权限 才让金正恩的表妹可能帮美国国防部工作的事情公诸于世 三天新闻张用纯一丽亭综合报道